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我们的舞台当中 得票最高的将会成为我们今天的闪耀之星 来吧 看看今天这个舞台会为谁而闪耀 有请 那接下来达人熊推官的任务就交给关键老师了 今天要推荐什么样的达人来到我们的舞台 我今天推荐的这个达人呢 是一个在田野里放羊的可爱的小姑娘 期待啊 那我们来一起看这个大屏幕好吗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放羊的小房子房敏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来讲述她的故事 欢迎 谢谢房敏非常有力量的演唱 非常有爆发力 来 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河北的房敏 然后很高兴今天受邀来到咱们跨时代战书这个节目 那你今天为什么会来到我们的舞台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呢 主要是想跟我的妈妈说一声对不起 因为我之前就是很想草草地了结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妈妈 然后今天呢还是想跟我的妈妈再说一声感谢 谢谢她在那段时间里对我的陪伴鼓励和支持吧 就是很想对我妈妈说一些话 所以今天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对 我妈妈也来了 有请房敏的妈妈 大家好 我是蔡爱萍 也是房敏的妈妈 今天很高兴和我的女儿 能来到跨时代战书这个舞台 刚刚我们听到房敏说了 曾经她有一些很不好的想法 我们听了以后特别揪心 这么一个年轻的姑娘 她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才会让她如此地想不开 说起这个事情吧 我觉得挺对不起我的女儿的 因为也是我做母亲的失职吧 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孩子这种情绪 其实这个也不能怪我妈妈 就是我父母嘛 他们都是农村人 就是对这个东西 他们也不太懂 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发现我的情绪 家里条件嘛不是很富裕 但是吧 他们就是对我特别好 基本我想要的 他们可以满足的 都会满足我的 然后我这方面的问题 也是来自于我个人吧 高中毕业的时候 就想着出社会 然后挣钱帮家里减轻压力 但是吧 出社会之后 我发现好像 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就是四处碰壁 当时我就记得我去面试的时候吧 就有一个老板 他就跟我说 你看你这个长相也很普通 身材也不好 比你有能力的人太多了 我为什么要要你啊 就是可能他说的话 比这个还要扎人心吧 挫折还挺大的 就当时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更别说给家里 那个减轻压力了 什么事都憋在心里 也不想跟家里人说 就慢慢的积累积累 就压力越来越大 那那一刻的时候 你就想不开了 记得那天好像应该是晚上 我晚上的时候 我带着药偷偷跑出去了 妈妈也没发现 那天她跑出去了 我和她爸爸累了一天了嘛 基本挺晚的 都睡下了都 就那一刻的时候 已经不想任何事了 就是想着我 就结束就好了 脑海里就像那种 走马灯一样吧 就各种各样的那种回忆 就涌上来了 然后不省人事了 后边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医院打电话告诉我 说的请你赶快来医院 因为你的闺女在急救 我和她爸爸什么都没有想 穿起衣服就 马上跑到了医院 天都塌了 我的儿子和我的女儿 就是我的天 我只想一心把她救回来就好 当我看见她手满身插在管上 因为我想欢喜她 我只好就跟她讲一下 她从小到大经历了事情 也是我们母亲的心吧 她醒了 我知道房敏在做过这件事之后 现在想想一定挺后悔的 对 真的很后悔 那你在后悔之后 在发生这么大的变故之后 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 刚从医院回去的时候 那段时间心情还是很压抑 也是靠我妈妈一直的鼓励 陪伴和关爱 然后在我妈妈的鼓励下 就是在网络上发布一些 我唱歌的视频 也有很多陌生人鼓励我 我觉得他们的鼓励 对我康复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我已经 基本上不会有那种情绪了 她从小特别地爱唱歌 到最后我觉得 也许这是一个办法 让她跨出心里这根卡 讲出来 唱出来也许 这都笑了 就是比什么都强 虽然我无益不全吧 还是我是会引导她唱歌 是特释放那种唱歌吗 就在地里也没人 大好的那种 释放压力 给我们重现一下 当时那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 来来来 原因 我的女儿带着我照 在受人欺负的时候 总是听见谁手说 她说风雨中 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她说 就这么多吧 好 真棒 网络在唱歌的时候 一下子舞台都亮了 她的眼神也亮了 就是一种重生 向羊而生的感觉 浑身的正能量的感觉 那那一刻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 妈妈真的挺伟大的 对 那一刻我妈都 一下 两米那么高 发着光 真的今天我看到 我女儿笑了 我真的 羊和她心中的阳光 方明 你有没有想对电视机前 同样也是经历过 你的这样的困扰的人 困惑的人 说的话 挫折总是难免的 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好 叫说 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 未来还有很多美好 祖国的山川大河 还没有看完 然后 人间百态也没有经历过 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开心地活着最重要了 是的 我觉得你更擅长用音乐 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 那第二个表演 将会带来哪首歌 一首邓紫棋的泡沫 送给 以前的我自己 也送给 未来的我自己 也送给电视机前 处在帝国的朋友们吧 给他们一些鼓励 那些你看似过不去的 全都是泡沫 舞台留给你 好 全都是泡沫 我看到她在演唱的时候 我们漫天的泡沫 就一个一个 升到一定高度 啪 就抱下来 啪 就抱下来 再配合你的演唱 特别的感动 再配合你的经历 一下子就更走心了 那么第二现场的 观众朋友们 请为房敏她的舞台 和她的故事 来投上你心中的一票 我们上次休息 一会儿来看结果 今天我给大家 带来的这位达人 可谓多才多艺 不仅会跳舞 同时还会变脸 但是他也是 我们的一个 医学奇迹 因为他曾经 被医学判定为死亡 他不仅是一个老汤儿 还是唐氏综合症的患者 这样的一个医学奇迹 又会让我们看到 怎样的立天改命呢 一起来看秋华的视频 站在练功的这位宝宝 叫殷秋华 今年19岁了 出生六个月 便查出了 先天性脑瘫 和唐氏综合症 近日他因表演 春剧变脸 在网络上走红 获得了上亿关注 但作为一位唐氏宝宝 站在舞台上 又谈何容易 为了完成既定的动作 他需要付出 常人百倍 甚至千倍的努力 这不仅仅是医学奇迹了 而且我觉得是生活奇迹 非常想了解一下你的故事 来 秋华 掌声有请 我偷偷一封面孔 塞拉拉一丝正常 那就是舞台上的曾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曲 李宗盛 艾文盛 好棒 太棒了 之前我知道 她是有唐氏综合症和脑痰 但是我没想到 她可以表演得这么好 来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电视机前的观众 你们好 我叫赵海英 是英秋花的妈妈 早 大家好 我叫英秋花 新年18岁 我妈妈很漂亮 我叫师父妈妈很漂亮 你真棒 谢谢 朱华妈妈 听说 新华四十天的时候 才只有三斤重 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 2005年8月24 我到医院去见 脑袋和糖质综合症 其实它的智力和语言 都会有一点问题 您非常的棒 是怎么样 想到这样的一个艺术 想让孩子去学 是不是也来到我们的现场了 是 来 我们欢迎 秀华的师父来到我们的舞台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林春 也是 邱华的师父妈妈 我特别想问 林春老师 在当时 接到邱华那个电话 并且了解到 他的那个状况的时候 您是怎么想的 那个时候 我见到他的时候 嘴巴 就是 张开的 嘴里是流着口水 皮子就掉下来的 眼睛扎扎扎扎的那种 就是唐氏宝宝的 典型的特征 身体是非常 回答的 他给我展示了 一个感恩的心 我当时 也被感动 因为我就决定 收下他 真的是要非常大的勇气 因为他 也许会占用你生活当中 很多的时间 也许会改变您的人生 比较挑战性 是非常大的 因为学习 那个国粹 变脸 而且又是戏曲传统文化 最初的时候 跟他交流 语言的障碍 然后他反映 包括眼神 然后视力 这些都有问题 而且就是他不听子力 今天交了 明天来就忘了 然后我就回去 跟我女儿沟通 女儿他有那个 是教育方面的 然后就给我 交流心理学 晚上睡觉都在思考 看书 怎么走进 唐氏宝宝的心 去让他和我同步 所以说我用了一个 特别 可能现在都很 少见的一个方法 我把我学校那边的孩子 叫过来 要他与正常孩子同步 那这个需要很多勇气啊 开始我的敲 我的鼓点 是慢慢慢慢地 动 动 动 用这种慢到快的 那个节奏 然后与我们正常孩子同步 这样去感染他 刺激他 然后还有他每一次 训练的时候 无非让他站在前面 让他去代位 所以说他有自信心 我上山下乡 带着他 我的演出结下来 我现在都不演 让他去 因为这样他可以 在不同的舞台上去 接触不同的人 去站在这些地方 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认可他 所以说给他自信 您是把全家的力量 和您所有的资源 其实都给了秋华 对 我就是想用自己的行动 尽自己的一些 理所能及的事 去感染他 让孩子接受我 让我的艺术文化 去感染他 让他有重生的 这么一个人生 秋华妈妈 平时秋华是怎么训练的 秋华给师父拜师的时候 我都给秋华说的 一既然喜欢变脸 那就进行了特殊训练 他的苦 我们彭安山的龙九山 那个山上的防果树 可以听到 他的嘶喊声 他的哭声 太不容易了 很多人说我是疯子 不可理喻 我只能笑 我想 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等我有一点老去的时候 我的孩子怎么办 竟然说变脸 不能半途而废 鱼子向前 我相信我的孩子 能够有 发光滑热的一天 他的付出 不费百负的 我们看到了三个人 每个人的努力 所以才成就了 今天的一切 那所以秋华 从什么时候开始 可以独立的 就是在舞台上面表演的 2022年 5月19号 残疾日的那天 我的孩子那天 跟我说了一句话 这是我终生都记得 妈妈 你不要害怕 我会把变脸演好的 当时那天 她演了三十场戏 当时我觉得 这个孩子 好像是重生了 她每一场都演出 非常成功 我当时很感动 我觉得我最初为她 选择这个变脸 没有错 秋华从开始学艺 到第一次演出 用了多长时间 到现在六月份 马上十三年了 十三年的时间 秋华的每一个阶段 该不该演出 什么时候演出 就是我对她非常严苛 我不把她当成 特殊的孩子 把我那边的宝宝们 叫过来 跟他们说 我们今天有一个 特殊的宝宝 是唐氏宝宝 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 你们要相互爱护 相互帮助 然后所以说 我这边的孩子 每一次在训练的时候 一过来 问姐姐怎么没来呀 唐宝怎么没来呀 他们一定是牵挂的 我想把这些 就是励志的东西 传达给我的孩子们 秋华 你要不要感谢一下 身边的两位妈妈 我就是胡妈妈 我漂亮美女 我爱你 我爱你 哇 我爱你 我想对全国 像唐氏宝宝的 特殊家庭的 家长们说 不要放弃 不放弃他们 都有希望 要坚持 要坚持 还有未来 我相信天树海 只死 一个 择翼的天死 谢谢你的坚持 给大家更多的希望 谢谢你 秋华 那接下来 将会为我们表演一个 什么样的舞台 第一次的 那个戏曲舞蹈 那接下来 就把舞台 留给秋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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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现在这个时候了 那你卖水呢 怎么还没来呀 这可怎么办呢 哎 要了 我呀 还是借着给他 妙关 谁来也没有花菜 为人家的发生活摘 谁先爱 喝完电话呢 千里总是那杯花儿茶 请早起来 什么节奏 说一个游泳 什么花香 脸上穿的是什么花粉 头年的意见 是什么花粉 先早起来 留花子的帐 树林的摇头 为花香 脸上茶的桃花呗 头年的意见 是什么花粉 头发节 被弯朗 开心开灯荡 不想要不然床 不想要不然在高潮上望 游泳的路 炸 今天发挥得非常的好 宝宝还要继续坚持学习 继续努力 我再一次感叹 我真的想象不到一个之前连走路都会有困难的女孩 说话都有困难的女孩 可以在舞台上面表现得如此灵动 还有她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微笑 她那个微笑其实也给秋华的妈妈一个期待和放心 说未来女儿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可以以此安身礼命 请您放心 我看到秋华在舞台上面神闪发光 我们看到一个唐宝 其实背后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妻而不舍的妈妈 不断的补孩子的短板 一个呢 是慧眼十英才的老师 在想她的长处 所以这个背后真的让我们看到教育的力量 艺术的力量 艺术不仅能够让我们获得升华 但是更重要的实际上是什么 那种自我的救赎 这就是生命的力量 那我们第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请为他们三位的表演和故事 来投上你心中的一票 那么两组嘉宾的票数都已经锁定了 看看谁能够成为今天的闪耀之星 好的 经过两轮的展示 最终的结果 由我们的观众评委们来投出来 非常的真实 首先出场的秋华的一家 还有她的师傅妈妈 最终的得票数是 十九票 恭喜 那接下来出场的房敏和妈妈 最后得票数是 十九票 哇 我们这次出现一个难题 就是两个人评票 我能够理解 因为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都感受到了他们两位的共同点 都是对生命的坚持 而且他们的舞台表演 都非常的震撼我们 我觉得 今天这份闪耀之星的荣誉 应该由 两组嘉宾 同时获得 你们同意吗 两位嘉宾 同意 同意 我们的春卫老师 我们的观众老师 请为两组嘉宾 来颁发闪耀之星证书 就是有点激动吧 这也是我第一次得奖啊 哈哈哈 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然后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去 进行这个唱歌 然后 好好生活吧 这个奖呢 也是给了我们一个鼓励 希望 像这样的孩子 他的路走得越远 越好 希望他的人生 将来 前面更加光芒缠纳 同时也感谢 天津卫视 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 很感恩 孩子有今天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这是社会各界 和所有支持我们的人 给我们的力量 谢谢大家 我们会有无数的起点 但是在过程当中的理论 一定要坚持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见证 他们的不放弃 因为有了他们的不放弃 才能够让我们知道 生命的价值 和人生的可贵 感恩世界的美好 我们应该跟命运去斗争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主题就是 跨时代战书 是的 虽然是我们的起点不一样 但是此刻 他们都在这个舞台上面 闪闪发光 永不放弃 是的 感谢关姐 感谢陈佑老师 感谢所有的嘉宾朋友 感谢电视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天津卫视 跨时代战书 每周四晚上的9点20分 我们在这儿 继续闪亮 下周见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容美好 更未来 天津卫视